第四百八十九集 所以病房门也没有关 这会儿她正在里面收拾东西 继母见门没关 就在门上敲了一下 请问是宋大姐的病房吗 宋母收拾东西的手 微顿了一下 这个声音 让她觉得有点熟悉 但是她又怎么可能会想到 继母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然而 当宋母转过身来的那一刻 站在门口的继母顿时大惊失色 脚步亮枪不稳地退了好几步 双目圆灯地盯着站在那儿的宋母 就连旁边的老太太都跟着惊呼了一声 整个人也晃了光 满脸不可思议地盯着那张熟悉的脸 宋母看到他们一时震惊地不敢相信 她以为可以逃过的 以为可以避免的 然而命运还是没有放过他们 对于继母而言 她这辈子都没有想过 他们在有生之年还会见面 而且还是在这种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又见面了 二十几年前的姨木木从未像此时此刻这样清晰而又逼真的 重新浮现在脑海中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候 那个让她这辈子都无法忘怀 无法原谅 也无法弥补的曾经 老太太更是心里焦脆地一手扶着门一手抓着胸口的衣服 满脸悲痛地开口 孽宅 你也债啊 说吧 老太太情绪有点激动 整个人都在颤抖 妈 您别激动 先坐下来 继母这才回了回神 扶着老太太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宋母也赶紧过来拿起水壶倒了杯热水 但是端过来的时候 她不敢直接端给老太太 而是看向了继母 继母没有看向宋母 似乎对宋母有不小的芥蒂 直接从宋母手中将杯子拿过来给老太太 妈 你先喝点水 老太太接过杯子喝了一口 情绪这才稍微平静一点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 这种安静 是留给各自酝酿内心的情绪的 毕竟 曾经的一别 各自都没有打算这辈子再重逢 然而 今天却又重新站在了一起 该面对的都逃不过 这份安静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仿佛时间在此刻暂停了一样 梁小宇 你老实说 你究竟为什么又找到我们家 最后 继母率先开口 打破了当下的安静 宋母轻轻地摇头 我没有要找你们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如果起初就知道是他们 宋母又怎么可能会再去招惹他们呢 继母 我那天 觉得那道背影熟悉来着 原来是他 既然已经知道了是我们 你还不肯离开 你还说不是故意在纠缠我们 梁小宇 二十多年前 你闹得我们家鸡犬不宁 如今向南已经不在了 你还想怎么样 说到这里 静母的语气变得有些失控起来 宋母却有些委屈 我是真的没有要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 如果知道是你们的话 我宁可去要饭 也不会选择这份工作的 梁小宇 你如今 真的已经到了讨饭这种地步了吗 你不是村里村外 都是一枝花 追你的人 满大街都是吗 你也会落得如此下场 以宋母以前的长相和身材 包括各方面的条件 绝对是大美人一个 想嫁个条件好的男人 那是随随便便的事 宋母面上划过一丝难堪 叹道 小秦 二十多年过去 咱们再说这些 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承认 我曾经年轻不懂事 做过一些伤害你的事情 但是如今 已经是物是人非 咱们可不可以 咱们可不可以 就当没见过这一面 从今以后 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 互不相干 季母还是不敢轻易 相信她的话 你真的没有其他目的 我当初是听说你们全家 都移民去了国外 才选择这份工作的 你们恨我也好 怨我也罢 我自己做的 问心无愧 你还好意思说 问心无愧这几个字 你敢说 向南当初的死 跟你一点关事都没有吗 宋母抱着头 不想听这话 所以情绪 变得有点失控了 你们走吧 我不想再提那些事 也不想再看到你们了 求求你们 放过我吧 曾经那段往事 何止是季家人心中的痛 她的内心 何尝有好受过 她甚至比他们 任何一个人 承载的都多 可是她呢 只能默默地藏在心底 季壮廷醒来的时候 已经快十点了 宋卿尘洗漱好 正打算要出去 你醒了 宋卿尘刚从衣帽间里出来 就看到季正廷已经醒了 靠在床头 看到她 季正廷没语间的黯然 瞬间就不见了 似乎是没想到 宋卿尘这个时候还在家里 她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过来 宋卿尘走过来 在她身边坐下 季正廷把她手拿过来 握在手心里 就那么看着她 什么都不说 最后 还是宋卿尘先开了口 干嘛这样看着我 没什么想问我的 有 但是又好像没有 本来 确实有很多话要问的 可是一看到她 那些话 突然又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昨天的事 我很抱歉 是我没有处理妥当 你不用跟我道歉 相反 我应该是跟你说声对不起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和你们季家 都不会惹上那么多麻烦 别忘了 你是季太太 是季家的重要人物 季正廷握着她的双手 很郑重地告诉她